表弟遭遇校园霸凌 我直接送对方进去踩缝纫机 我表弟小光现在上高二 这次考试成绩不错 为了奖励他 我给他买了一辆他很喜欢的自行车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 你放学的时候 被他们学校一个校霸 人送外号 打资花的给拦住了 上来就要抢小光的自行车 小光不怕大资花 但光可拦紧右手 最后自行车还是被抢走了 还把小光打得鼻青脸肿 小光赶紧给我打了电话 我到了那 看了看小光 还好 只是一些皮外伤 然后我就带着小光去学校找老师 结果没想到老师头也不抬 云淡风轻的跟我们说 学生嘛 打打闹闹很正常 不用担心 我让陈开把自行车给你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我觉得老师说的不全对 但是现在学习也很紧张 我也不想多事 只要把车还回来就好了 结果我没想到 不但就没送回来 下午放学 老弟又被打了一阵 真是太他妈欺负人了 我没想到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这么顽劣 不怕家长 不怕老师 说实话 我当时真想找两个朋友 把大资花教训一会儿 让他以后老实点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不行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能冲动 于是我向老师要来了大资花家的地址 然后带着老弟就找他家去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家里更没一个奖礼的 他爸妈拽的跟个二五八万一样 他妈撇着嘴说 不就一个破自行车吗 让我们骑两天怎么了 还当宝贝了 我们还不稀罕呢 好大儿把破车子给他 然后大资花就不慢的把车子推了出来 往地上一扔 还说什么破车 没怎么骑就坏了 我一看都把我气炸了 刚买的自行车 现在已经惨不忍睹 车把也歪了 车圈也调了 车漆蹭掉了一大片 这帮畜生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然后我跟他爸妈说 你儿子打了我们 我可以当做是孩子间互相打闹 但这车子是他弄坏的 你们总得赔吧 不就一辆破自行车吗 就当是我好大儿弄坏的 说吧 多少钱 也不多 两万八 听到我说两万八 大资花的爸妈都愣了一下 多多少 两万八 你吹什么牛逼 就这么个破车 能有两万八 我看你是想讹我们吧 然后我拿出手机 让他们看购买记录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 故意给我们下的套 你信不信 我告你敲诈勒索啊 我一看他们这个态度 也不想跟他们多废话 拉着小光就走 然后他们还在后边冷嘲热讽 看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 吓死你们 还敢来老娘这里玩着套 老娘混社会的时候 你还吃奶呢 出来之后 我就报警说 被抢了 然后带着警察来到他家 他爸妈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说怎么连小孩闹着玩都管 我说大姐 法治社会了 你那套过时了 而且你儿子已经十六周岁 不是孩子了 做错事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然后大字花就被带走了 这时候他爸妈还给我耍横呢 不就一辆破自行车吗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告诉你 我们有的是人 那行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不把你儿子弄进去 我不叫王金条 第二天 估计是他们家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给我打电话 这下认识了 求我们出一个谅解书 说再多赔我们一万 我说 钱你留着吧 以后你儿子在里边花销大人 学校老师也给我打电话 原来是大字花 把他几个小弟都招了出来 几个人一起进去了 老师说事情闹大了 对学校影响不好 几位家长委托他来向我道歉 让我原谅 我说你还当老师呢 当时我们去找你 你不当回事 现在我们自己解决 你又来替施暴者说话 你怎么这么大脸 其实大字花跟他小弟进去之后 一审讯 每人都招了几起抢劫打架的事情 最后一共定了五起 抢劫可是重罪 而且大字花他们几个又是团伙 还是多起 兴致非常恶劣 现在我们就算想出鸟也不行了 奖劫多起 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 但是因为案发时 他们还未满十八岁 可以减轻处罚 最后大字花五年 小弟每人三年 进去踩逢阵击去吧 孩子的成长 跟环境和教育都有关系 父母的疼爱 不是一味的包庇和放纵 老师也不能只知道教书 更要知道育人 如果大字花能早点知道后果 想必他也不会犯下这样的重罪 有人说我做得过分了 毕竟他还只是个学生 你们觉得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恶心邻居走廊放鞋柜 最后让他乖乖求饶 我隔壁邻居素质特别差 简直无法理喻 不仅在楼道里随地吐痰 还把他家鞋柜放楼道里了 鞋柜都快摆到我家门口了 那臭袜子也东一只西一只的扔着 我的妈呀 这是在我门口放生化武器啊 不行不行 必须赶紧阻止他 要不然我迟早肺癌晚期 我摇了摇头 让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敲开邻居家门 怎么了 你有啥事吗 大哥 你说啥事 你怎么把鞋柜放外边了 这也太要命了 嗨 这不是最近天气暖火了吗 我不小心得了脚气 你看 还长了好多小水泡 这大哥说着 就把脚踩到我面前 我好 大哥 你赶紧把鞋穿上 要不然我报警了 哎 这脚又臭又痒 鞋子放家里 怕把脚气传染给我老婆孩子 所以我只好放外面了 我逃 这是什么逻辑 大哥 你这放外面 我出来进去的真受不了 还有 你这脚不能这样放着不管 你等着 我马上回来 鞋袜也都喷一下 坚持用一个月 可别把鞋都扔外面了 行 我谢谢了 说着 他就要关门回家 我赶紧把他拦住 大哥 办法都告诉你了 你倒是先把鞋柜收进去啊 先放着吧 我觉得鞋柜放这里也挺好的 这里现在宽敞多了 这怎么行啊 楼道是公共困 而且你这鞋柜都快摆我家门口了 你这有点欺负人了吧 我怎么欺负人了 你也说了 楼道是公共空间 公摊费 我也是交了的 是公共空间 那我就能用 但是你这样对我造成影响了 你要是放个别的东西 我还能忍 鞋柜实在是太恶心了 后来我跟邻居又吵了半天 他就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反正就是不翻 我也看出来了 跟着人讲道理是不行了 耍无赖谁不会啊 你给我等着吧 一天晚上我叫来一位王公 弄了点竹心冠 偷偷在楼道 砌了一道直角的墙 把他的鞋柜 砌在墙里了 这样他不但换鞋不方便 就连出来都要侧着身子 第二天一大早 我听见光光的敲门声 我知道肯定是邻居找来了 我打开门 怎么了 大哥 这么着急 你说怎么了 我问你 这是你干的吗 你吃饱了撑的吧 在楼道里弃堵墙 大哥 我家不好 改变一下门口格局 你改啥也不能在楼道弃墙了 你让我怎么出来 那不是给你留着过道了吗 而且你说的楼道是公共空间 谁都能用 我这样对咱俩都好 我把你鞋柜挡上 臭味过不来了 我也不让你搬了 然后不管这大哥说啥 我就俩子拆不了 还有 我也不怕你拆我墙 反正你拆我就气 逼急了我 直接把过道都封死 以后你买降落伞 准备跳窗户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 你算说对了 我这人就一个优点 就是见谁学谁 见到无赖 我就比他更无赖 行你在楼道放臭鞋柜 不行我在楼道弃墙吗 今天你找谁都不管用 鞋柜不搬走 我墙就不拆 看咱俩谁扛得住 最后这大哥老老实实的 把鞋柜搬回去了 然后还主动过来帮我拆墙 你说这是何必呢 我好生好气跟你商量 你给我耍无赖 我给你耍无赖的时候 你又玩不起了 不知道你哪样的臭毛病 反正我是不惯着你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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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有一天我跟朋友阿坤出去逛街 正在街上走着 突然一位美女走过来 拦住我们就说 两位帅哥 看你们这么有气质 要不要去我们店里做一个形象设计 我说不用了 谢谢 我们已经这么靓仔了 还设计个毛 对啊帅哥 就是设计毛 我们店里现在搞活动 免费给帅哥设计发型 必须是帅哥才可以 一般人想来都不行 我刚想夸他有眼力 我发现阿坤已经跑去店里了 进店后我看着店里 有个人家里的地上 一般人想要把人家的发型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然后 一位托尼老师走过来 你好 我是这里的发型设计总监 请问哪位做发型 我说你身为总监 应该有这个眼力 你看我还有设计的必要吗 对不起先生 我也才来两天 我们店里起步就是总监 话说完 阿坤就被带去洗头了 过了一会 阿坤满面春风的回来了 洗头的美女简直太赞了 一边洗一边给我设计发型 我满脸问号 说好的免费设计发型 就是他妈的口头设计啊 不靠谷 咱们走吧 但是没想到 阿坤却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安心都给我设计好了 我要把头烫一下 这里烫头才398 太便宜了 我靠 本来说好免费才来的 咱们一下就搞成398了 而且看大坤还很满意 他刚才在里边到底经历了什么 然后我就等着大坤做头发 该说不说 托尼老师手法还可以 时间过得很快 大坤头发烫好了 虽然这个发型我有点看不懂 但是他跟托尼老师站一起 还是蛮大的 大坤做了新发型 感觉整个人都自信了 来到前台大喊一声 买单 然后前台小姐姐说 你好帅哥 本次一共消费4776元 请问现金还是刷卡 多多少 大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哆哆嗦嗦的又问了一遍 帅哥 你本次消费4776元 我靠 不是说好的398吗 我就烫了个头 你家楼上我可没去 怎么就4000多了 先生请你不要乱讲 我们楼上没有大宝剑 是这样 我家烫发是按区域收费的 一个区域是398 你一共是做了12个区 所以费用是4776 我算数很好 不会算错的 这是算不算错的问题吗 哪有烫头分区算的 你要按根算 马云来了也得破产啊 先生那不会 我们是有底线的 眼看大坤气的就要动手了 我一把拉住他 愿着你冷静一点 怎么能跟咱们金主生气呢 对面听了也一脸猛逼 心想我怎么成了金主了 我说你家烫发是按区收费的 一个区398元对不对 是的 没毛病 好 你家这个价格很合理 我一开始就知道398是一个区的价格 帅哥 好久没有见到你这么通情杂理的顾客了 然后拿起对讲机跟里边讲 后边人手不用过来了 我说我们一开始只同意了烫一个区 你们怎么把另外十一个区也给烫了 我们就喜欢烫一柳头发 你现在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都给烫了 你这得赔钱呢 至于赔多少 我看就按你们定的标准吧 一个区398 当然 不赔钱也行 你给恢复原状吧 烫了的履职 减掉的街上 而且耽误了我们这么长时间 再赔偿我们点务工费就可以了 大坤你看怎么样 大坤俩眼直勾勾望着我 好像我现在就是他再生父母 这时候前台又拿起对讲机 要不你们还是过来吧 好像一声同行了 这时候我大喝一声 你叫谁也没用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叔叔马上就到 刚才我们的对话我也都录了音 你们谁敢动一下试试 我告到你们裤衩子都赔光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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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无赖邻居一言不合就给我两电炮 最后哭着求我收下十八万 大家好 我是王金条 说一件粉丝投稿的事情 过程十分气人 但是结果爽味 事情是这样的 我隔壁邻居是一家三口 夫妻两个还有一个熊孩子 说起这个熊孩子是真让我上火 平时在他家是又喊又闹 我在隔壁都感觉吵得很 幸亏他楼下没人住 要不迟早犯心脏病 这熊孩子最近没开学 总是跑来敲我们 开门做个鬼脸就跑了 但是不开门他就一直敲 搞得我连动画都做不了了 一次我认真地跟他说 熊大 你不要总来敲叔叔们了 我还要做动画呢 做动画干嘛 又没人点赞 本大爷跟你玩是给你面子 知道吗 被他说的我竟无言以对 就算没人点赞我也要做 这是我的工作 大人都是要工作的 我虽然态度很严厉 但并没有说啥过分的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我却听到 隔壁大姐在楼道里喊 我们给你玩是看得清 你当你是谁啊 什么东西 虽然他没指明道姓 但是我知道 这肯定是说给我听的 而且自这之后 邻居就越来越得脆进食 不应该说是蹬鼻子上帘 他们每次回来 就把口罩随意丢我门口 有时还会扫过来一些垃圾 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的 楼道里也摆满了他们的东西 这群孩子是不来敲门了 再扛在楼道完滑板车 噪音直接升级 还故意对着我 忘了好多坑 这真是宰住个老实人 往死里欺负啊 我知道 不能再忍了 要不然这邻居 真该起我头上拉屎了 我敲开门 你好大姐 我跟您说一下 能不能麻烦你们 不要把口罩随意乱丢啊 社区不是说过吗 用过的口罩要放在一个袋子里 最好消毒后再丢掉 小伙子 你没事吧 丢个口罩还搞那么麻烦 我一天啥也别干了 人家防疫人员都不管 你管什么 我没想到大姐口气这么硬 一下打乱了我的私物 半天才想起 她把垃圾扫我门口 还有孩子 急车撞我们这些事 你说啥呢 你俩只眼看见 我把垃圾扫你门口了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我家孩子确实有点陶 但是你知道孩子的童年 有多重要吗 成天管着 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 别说撞你们了 撞啥我都赔得起 后来我又跟大姐抗争了一会 最终还是败了 不管我说啥 反正她就是有理 就是耍无赖 看来我也只能用老办法了 铁粉都知道 我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既然你给我耍无赖 那我就比你更无赖 当然口罩是不能乱丢的 但是我只要看到 他把垃圾给我扫过来 我就给他丢回去 我还故意在楼道 给物业打电话 大声说邻居在楼道放杂物 再不搬走 我就报消防了 这招倒是管用 东西马上就清空了 可我的门上就经常被人吐口水 真是恶心 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一次熊孩子又来撞我们 我一想 反正现在已经撕破脸了 我也不惯着你 然后就开门把熊孩子训了一通 当然我全程拿手机拍着 证明我并没有碰他 可没成想 隔壁两口子听见 马上就过来了 炸炸糊糊的说 我欺负他家孩子 我知道 他们这是想第一时间 占据道德制高点 我说你少给我来这套 我啥也没干 老公打他 这小子就是欠揍 这大哥一听老婆这么说 薪酬家上就恨 灭火提出我们 当下就暴走了 上来就给了我两颠炮 我当时就眼前一黑 他也不知道了 我在医院醒来 听楼下的说 他们是听到吵闹声上来看热闹的 赶到现场时 我已经被KO 那大哥正在家里砸东西 吓得他们赶紧报了警 真是谢谢你们了 嗨 客气啥 都是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 呵呵 远亲不如近邻 这句话真讽刺 后来精诊断 我被打得鼻鼓断裂 并且轻微脑震荡 隔壁大哥因寻信姿势 被扔进看守所了 这两天隔壁大姐 总是来求我谅解 目前已经出到十八万了 各位帅哥美女 你们说我要不要谅解呢 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先去换药了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么么么 二十岁 你再上大二 因为性格比较孤僻 所以总是受到室友排挤 他们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不合群 你也不理解他们 怎么有那么多男朋友 二十二岁 你大学毕业了 看着别人忙碌求职的身影 你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二十四岁 你觉得这一年好幸福 因为遇到了他 你感觉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你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然而有一天 他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却无情地打碎了你的美梦 二十六岁 你再也没有接受过其他人 你开始变得谨慎 着急 刻意逃避爱情 你看着身边的姐妹都有了伴侣 但你不为所动 你总感觉心里好像缺点是吧 二十七岁 家里也开始催你相亲 说你再这样下去 就成老姑娘 你妥协了 短短两个月 你就陆陆续续见了十几个 每次见面之后 你就忘了他们长啥样 更没有心动的感觉 二十九岁 你想出去逛街 却发现能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 以前的闺蜜都忙着照顾孩子 你和上次一起吃饭 都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 你突然感觉 好像结婚也不是件坏事 三十岁 一个大你三岁的男生 总是频繁找你聊天 你觉得他对你挺好 条件也不错 你们进展得很快 婚礼那天 他喝醉了 抱着你叫了别人的名字 你笑了笑 然后默默把他扶上床 你知道 自己没有嫁给爱情 三十一岁 你怀孕 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缘故 你感觉每天都很辛苦 老公赔你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你委屈地抱怨 他不像从前那么好了 可看着他加班回家的品费 又忍不住心吗 三十二岁 孩子出生了 是个漂亮的女孩 看到他的那一刻 你哭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反正就是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从此你每天的生活 都围绕着喂奶和买菜 完全顾不上自己 早已走停的身材 和那副日渐憔悴的脸 三十五岁 你带着孩子 钻遍了附近的幼儿园 最后还是订了收费最高的纳索 老公说其实都一样 没必要去那么贵的 你说你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的 三十八岁 孩子大了 不用每天再接送 你想出去找个工作 却发现早已和社会脱节 最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进了一家商场做销售 遭遇顾客白眼的女孩是混沌 当初为了老公和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事 四十岁 她的工作也开始走下活路 经常因为一点小时 就跟你大吵大闹 委屈的你却发现 除了回娘家 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 能让你哭 四十二岁 你听着孩子老师在电话里讯 你却只能抢员欢笑的 跟老师说会好好教孩子 你觉得好搞笑吗 到底却太老师 挂掉电话 你开始训斥孩子 她叛逆的指着你是个坏妈妈 自己一点也不快乐 你的情绪突然崩溃 冲孩子大叫道 难道你觉得妈妈这样快乐吗 你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四十五岁 你看着镜子里摔老的脸 撒了一个月的钱 忍痛买了一套护护品 老公埋怨你不懂节约 说其实都一样 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你觉得委屈 却看到她还穿着三年前买的运动衣 你犹豫了一晚 最后退掉护护品 给她换了双新型 四十八岁 女儿去了卖地上大学 你和丈夫还是经常争讨 你冲她大声喊道 我怎么嫁你了 然后我推着一扇门 想回娘家 但刚一关门 你才猛然想起来 妈妈 已经走了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现在你的亲人 只有丈夫和女儿 五十五岁 你退休了 丈夫突然大放了一回 说带你出去旅游 照片里的你笑得很开心 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五十八岁 女儿嫁给了一个帅气的男孩 你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 感动哭了 你把自己关进卧室 偷偷地抹眼泪 老伴走进来安慰你 说 放心吧老婆子 她一定会幸福的 一定会 她的眼里也泛起了泪花 六十五岁 老伴身体开始不好了 你突然发现 她老子很快 头发已经白了 现在她只要出门 就会牵着你的手 比年轻时还腻 六十八岁 老伴住进了医院 肝癌 放疗化疗 每天吃一大碗药 她从一个胖老头 变得越来越瘦 结婚快四十年 有幸福有长到 当年的你 感伤自己没有嫁给爱情 但是现在 你觉得 没有人比老伴更亲了 七十岁 她怎么了 身边少了一个没玩打拨 你反而更睡不着了 常常半夜起来 看着过去的照片发呆 七十五岁 你依旧每天起得很早 按时给闺女打个电话 期待着她能带外孙来看你 八十岁 你躺在了病床上 迷迷惑惑听见身边 突然传来了呼声 就这样走了吗 没有预想的害怕 反而感到很平静 于是你用尽全身力气 看了最后一眼 这个世界 真好 你最爱的人都在你身边 当然 也包括来接你的老头子 于是 你安然的闭上双眼 过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你看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家里停电了 你不停给孩子扇着扇子 然后孩子不停的喊你 妈妈 妈妈 但是你已经分不清了 是来自现实 还是 你只知道 你忙碌的一生 漏法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小杰 家里是卖汽车的 平时跟我们一起玩的 还有小美 小英 小日和小冬 因为关系不错 我们都在小杰家里买车 小美他们 毅然买了一台 我因为亲戚朋友比较多 就一下提了三十台 有一天 小杰给我打电话 金条你在我家订的这三十台车 方向盘要不要电动调节啊 那肯定要啊 买车就是图个享受 对对对 该有的配置全都给我对上 咱家不差钱 好的 但是现在电动调节要加价 加就加呗 咱都是朋友 我知道你不能坑我 过了几天车到了 可我发现 怎么方向盘调节不是电动的 是不是弄错了 我找到小杰 兄弟 怎么你给我交的这三十台车都是手动调节呢 我不是加钱改电动了吗 这么多车 别搞错了 金条啊 现在全球都缺芯片 电动调节安不了了 我也没办法 先这样吧 我忙着 说完他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一群子 现在芯片确实短缺 将就着用法 而且方向盘也不是每天都要调 电不电动也没啥影响 再说了 都是朋友 他指定不能坑我 又过了几天 我偶然间听到 原来小美他们订的车都是电动调节的 只有我这三十台不错 这就不对了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 小杰啊 为啥别人订的车都有电动调节 就我的车没有呢 都是朋友 你这有点不讲究了 金条 那天你没听明白 这芯片是缺货 但不是没有 人家订的那几台车有货 缺货的正好是你这三十台 卧槽 这不纯纯拿我当院主吗 小杰 你琢磨一下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我一下订了三十台 算是你家最大客户了 我也加钱了 而且提前告诉你了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差过事 都是朋友 你怎么就坑我呢 我话还没说完 小杰直接把电话挂了 我靠 我一直以为 尖嘴猴腮的才是奸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小杰这浓眉大眼的 也不地道啊 这下把我气得不轻 就想出去散散心 路边我看见一修车的老大爷 这大爷 不管是修车还是配件 技术都很牛逼 人送外号博士 我说大爷 我在朋友那里订了三十台车 设好了有电动调节 结果提车时 别人都有 就我没有 这大爷二话没说 扭头打了个电话 哦 他就送来了五十分电动调节转向住 给我吓一跳 我说大爷 这东西全球都缺货 你咋有这么多呢 哈哈哈哈 这东西是缺货 但没有那么缺 任小傲和小众家也卖车 都在我这里拿货 说去芯片的都是套路 就是拿你们当大爷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不不不行 跟大爷交流之后 思路一下就打开了 我把小杰干的这破事 全告诉了身边朋友 我说小杰这人可不行啊 办事太不讲究 专门坑朋友 以后可不能找他买车 过了一段时间 果然有效 最近小杰家生意 比以前差远了 这下他害怕了 给我打电话说好的 调哥啊 你看之前那事是老弟不对 欠考虑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给你写封道歉信 你看我家大爷大的 也没服过谁 这次就当给你低头了 俗话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也不想把关系闹太僵 就同意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说这话的时候 小杰可能正蹲坑的 他顺手就扯了张手指 就把道歉信给我写了 拿给我一看 差点没给我弃一根头 我说咱俩这朋友就到这吧 那电动调节 我也不要了 你把我家的钱退给我 金条 你有完没完 我们家可没有退钱 这项面 我告诉你啊 看在朋友面子上 我最多给你一张 满一百万捡两千的冤种票 说着把票给我一甩 扭头就走了 到现在也找不到人 小伙伴们 有认识小杰的吗 帮我转告他 你小子不地道啊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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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无赖邻居 拉击故意丢我门口 看我怎么置他 周末早上 我正在家里睡懒觉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打开门 竟然是楼管阿姨 我正一脸蒙逼 他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讯 小伙子 怎么这么不注意卫生 垃圾谁让你放楼到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你不知道垃圾会发臭吗 现在这年轻人真是懒得要命 我大脑刚开机 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 突然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门边确实丢着几袋垃圾 可这不是我丢的 我刚要开口解释 他却已经骂骂咧咧的走了 卧槽 我这个气啊 大周末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这下全毁了 还莫名其妙挨顿骂 我招谁惹谁了 这几天熬夜做的动画也没几个赞 我真是太难了 本来这件事我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我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 楼管阿姨又来骂我们 我靠我服了 这他妈是谁啊 怎么又把垃圾丢我门口了 楼管阿姨又是一顿无差别攻击 然后还威胁我说 再这样要加收我卫生费 不行不行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的 我必须把他揪出来 事故已迟 我马上在楼道角落 安了一个小摄像头 走廊和门口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早上果然又有垃圾 我拿出手机看监控拍到的画面 监控显示是早上五点多 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妈 捏手捏脚的把垃圾丢在我门口 但是虽然能拍到人 可他全程穿着宽松睡衣 戴着口罩和帽子 根本拍不到脸 这怎么办 视镜到这里好像又卡住了 正在这时 我突然闻到一股鱼香肉丝的味道 自时想到 这应该是外卖 果然被我发现了 垃圾里还有外卖的小票呢 上面写着详细地址 我一看 原来是楼上的一家 总算被我逮住你了 然后我就提着垃圾去找他 我敲开门 正是一位大妈 你谁呀 大早上的要干嘛 我说大妈 你不认识我吗 你当你谁呀 我就认识你 你有兵吧 你不认识我 那你把垃圾丢我门口干嘛 我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呢 这大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垃圾袋 眼神飘忽了一下 然后马上语气坚定地跟我说道 什么垃圾 我不知道啊 你凭什么说是我丢的 你要有病 快去治病 别来骚扰我们 我儿子还睡觉呢 然后就要关门 我一把把门顶住 你自己做的事还不敢承认吗 你是不是要我把监控给你看了 好 你拿监控 我看你有没有拍到我 我跟你讲 你要是没拍到我的脸 我就去告你诬陷 这垃圾里可写着你家门牌号呢 大妈就这么见小事 只要你承认了 而且不再丢了不就行了吗 不是我丢的我干嘛要承认 真是搞笑 要不然你打我 来来来 打我打我 说着这大妈一歪脑袋 就要往我怀里炸 吓得我赶紧往后退 这小可爱我可顶不住 我真是不知道人竟然能无赖到这种程度 正面拖招我失败了 我还是去物业投诉吧 我来到物业 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结果没想到 物业经理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跟我说 我们会去调解的 你先回去吧 我说我都没跟你说是哪家呢 你去跟谁调解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那你说嘛 再说不就是丢个垃圾吗 又不是多大个事 你家又挨着电梯 顺手帮人家丢一下怎么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 你们物业不管是吧 我有说不管吗 我说了我们会去调解 难道我还用你教我做事吗 行你们物业真行 你等着有我治你们的时候 但是现在还是要先把丢垃圾的这家给办了 你们不是给我门口丢垃圾吗 那就别怪我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而且是加倍奉还 但是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垃圾 于是我就去楼下垃圾桶里 特意拿了几袋出来 然后趁晚上没人 就一股脑全堆在家门口了 封了个严严实实 第二天 大妈开门的时候 那垃圾突然没了支撑 就像雪光一样 瞬间淋倒了下来 大妈鼓咬了半天 还从垃圾堆转出来 看到大妈这狼狈的样子 我心里别提多解气 甚至还想多来几次 但是怎么对付物业 我还没有想好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18岁 你高中毕业了 没有考上父母期望的大学 你彻底告别了校园 进场打工半年后 你开始悔恨自己 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 好好学习 22岁 你再也不想每天 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 于是辞职去做了一名业务员 26岁 你看着身边的人都结了婚 你虽然嘴里说着对婚姻的恐惧 但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更害怕的是孤独 27岁 你开始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亲 见了十几个姑娘 你每次都觉得 和她比 还是差了一点 28岁 你遇到了一个还算聊得来的姑娘 但是你并没有那种心跳的感觉 老妈问你这个姑娘怎么样 你说 还不错 三个月后 你还不确定喜不喜欢她 双方家长就已经摆好了订婚宴 29岁 你们终于结了婚 婚礼办的不大不小 朋友来的不多不少 婚礼并没有让你体会到传说中的幸福感 你只觉得好累 麻木地接待着前来道行的亲友 这一刻 你突然发觉 爸妈老了 思宜起哄说让新人亲一个 你小心翼翼地亲了他一下 然后小声说 我爱你 新娘愣了一下说 我也爱你 你不确定 他是不是对你说的 就像你不确定 你是不是对他说的一样 三十岁 他怀孕了 辞掉了工作在家养胎 你因为业务突出 在公司混出了点地位 每次出去跟客户喝酒应酬 电话大头都是抱怨和委屈 但你不能争辩什么 谁让他怀了你的孩子 三十一岁 孩子出生了 前前后后 连运检到手术 一共花了五万 不过无所谓 你看着你的孩子 怎么看怎么喜欢 你突然觉得你的前半生 就是为了等待 这一刻的到来 你也知道 你的后半生 责任更大了 三十二岁 这是你人生 最不想重复的一年 平均睡眠三小时 就算睡着了 孩子只要一动 你就会惊醒 第二天在公司 引入惊打采 老板骂你偷懒不干活 回家老婆也说 你啥都不干 不知道同学什么 你每天下班了 都会在车里坐一会 学着别人点一根烟 其实你根本不会抽烟 但你就是觉得 这种感觉真好 三十五岁 老婆跟你商量 该让孩子上幼儿园了 双女的 一个月三千 你迟疑了一下 那边就已经不耐烦了 说隔壁孩子上的贵族 一个月八千 你已经这样 你想让孩子也输 你没说话 拿出手机 给老婆转了六千块钱 这笔钱 你原本打算 给爸妈换个沙发的 家里那个沙发太破了 三十八岁 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不能再经常出去喝酒应酬 所以你的业务能力 渐渐被新人取代 你压力很大 但是又不敢跟老婆说 四十四岁 孩子上初中了 有一天他跟你说 爸爸 我想学钢琴 你张了张嘴 却怎么也说不出那句 爸爸买不起 好在孩子很懂事 说爸爸我还是先学树敌吧 你看着这么懂事的孩子 心里却不是滋味 四十六岁 孩子中考成绩不理想 上重点要多花十万 你考虑了一晚 还是不想借钱 只能送他去了一场 就好不差的高中 五十岁 孩子考上了大学 很争气 是一所一般 你觉得这孩子比你有出息 五十二岁 孩子学的专业你看不懂 你只知道 工作可能不好找 你和他深夜想聊聊 准备了一瓶白酒 一碟花生米 你说着那些 曾经你最讨厌的话 你劝他实际点 生活比理想重要 你们从交流变成了争吵 你发现你老了 老的可能都打不过 眼前这个比你还高的孩子 你只能说一句 我是你妈 我不会害你的 孩子看着你 知道再怎么争辩都没用 这场酒局最后不欢而散 孩子丢给你一句话 我不想活得跟你一样 五十多的人了 怎么哭了呢 应该是今天这酒太辣了 对 一定是酒太辣了 五十五岁 孩子工作了 似乎有一点理解你 但你却反了过来 说孩子你不要妥协 五十六岁 孩子已结婚了 你问他喜欢那个姑娘吗 他愣了愣说 喜欢吧 六十岁 你退休了 在家带孙子 你看着可爱的小孙子 往后间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 六十五岁 身边的那个人 你还是不知道到底喜不喜欢 这么多年了 你们还是会争吵 只是在很多个瞬间 你觉得这样可能也挺好 七十岁 孙子也长大了 不用天天操心了 你下定决心说 一定要出去玩一趟 可是手里的拐杖 只能支持你走到楼下的花园 七十五岁 你在医院的病床上 身边聚满的人 他们都神情父母 你看到医生对儿子摇了摇头 你明白 你该走了 你没有感到一丝害怕 只是感叹 好像还有很多的遗憾 你站在一边 看着亲人对着你的躯体哭诉 此刻的你感觉这么的轻盈 你问自己 到底是什么时候死掉的呢 不然 吴气飞声 你好像回到了十五岁的那一个夏天 童年的卧室 扔在一旁的暑假作业 趁着爸妈不在家 你跟几个小伙伴 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打着游戏 这些小伙伴 你好像很久没有联系过 有的甚至已经叫不上名字 原来从前的夏天 你们是那么的要好 一阵微风吹来 掉落了一张照片 掉落了一张照片